我 姐 别出事 你去机场吗 我帮你 等一下 可以啊 可以啊 拜拜 格雅 我到马来西亚去了 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 马上就起飞 这次是我一个人去的 谁都不知道 我会解开林志军的谜团的 我会解开林志军的谜团 很不得了 我给你拉开林志军 看一下小黃ücken 是 沙坂 我们的冬美 秋爷 婆婆 来尝尝我做的 拉西路马椰浆饭 好香啊 没有客人 我先走了 我反问你们 你怎么来了 你没有想到 我会找到这儿来吧 是啊 你还真够缠人的 林志军呢 我要见他 林志军 他已经死了 他没有死 他真的已经死了 不信你可以自己去找 徐小姐 你真的是林志军的妻子吗 我是 你还在撒谎 你不是的 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呢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而已 我告诉你的就是真相 陆小姐 这段感情 你们都真心相爱过 就应该好好地珍惜 给自己留一些美好的回忆 不好吗 难道就这么一直相信着 不好吗 我不能再骗我自己了 我不能再骗我自己了 就从昨天开始 我都一直还在劝我自己 不要犹豫 不要怀疑 他是爱你的 就算你现在突然蹦出来 你跟我说 你是他的妻子 我也要相信他是爱我的 我努力地去想那些 我们很美好的回忆 我们在一起很开心的日子 但是我现在 已经都快想不起来了 现在我脑子里想的都是那些 不安 急招 甚至是恐惧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然后把我的生活 搅得天翻地覆 徐小姐 拜托你告诉我 他到底在哪里 他 他真的已经死了 我 不管别人说了些什么 死了就是死了 好吧 我知道 对不起 我又打搅你了 我 虽然林志军已经死了 但是我可以带你去一个地方 让你知道 他到底是谁 什么意思 明天相同的时间 你再过来找我吧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 咱们上次就住这儿啊 好吧 进来吧 安娜 你也太任性了 这次又是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你知不知道你爸妈真的很担心你啊 你也应该多替他们想一想 别让他们总是提心吊胆的 安娜 你今天见到徐秋妍的时候她怎么说 她说明天要带我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 具体她没说 但我想明天去了就知道了 你当初是为什么怀疑徐秋妍的 等等我给你看 你看 你看这些照片 他们两个人眉与间有些相像 然后如果是情侣的话 都会搂搂抱抱轻轻我我的 但是这两个人 最近那一张也就这样了 所以我觉得 他们不太像情侣 所以你怀疑 徐秋妍根本就不是林志军的妻子 嗯 可也许是因为他们感情不好呢 之前这一点徐秋妍也说过呀 这一点我也想不明白 但是你仔细想过没有 我们来找她的时候她不见我们 结果自己跑到国内来找我们 你不觉得 这真的很让人搞不懂吗 难道是受人之托 所以我才一直坚信 林志军她没有死 行了 别想那么多了 明天都会有答案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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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